那首先呢 这要来回答 这是我们观众的问题 他在问说呢 加州健保 他才刚刚进来我们的加州 想问一下加州健保跟其他的 健康保险计划有什么不一样 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讲 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对 加州健保 其实我们是一个 加州政府设立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们每个 每年我们跟13个很大的 健康保险公司 比如说 Kaiser Blue Shield LA Health 还有其他几个大的保险公司 一起来合作 但是从我们这里买的保险呢 你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 这政府的补助是最要紧的一点 就是你从 如果你说我自己到 Kaiser去买保险 同样的保险 但是你是拿不到补助的 从我们这里买到保险 你还可以挑选不同的保险公司 然后你还可以增加 就是政府补贴你的钱 重点就出来了 其实他的计划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加州健保有给你补助 所以按照每个人的收入 家里的这个人数 所以补助的话 听说有的补到非常多 多到说它是零元计划 对 我们有零元计划 其实从我们这里买到保险 三分之二的人 他们可以拿到10块以下的保费 每个月只需要付10块钱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检查 然后所有的福利 就是你体检的福利都是免费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险 如果你不买健康保险 其实在加州是有罚单的 对不对 对 但是今年的罚的会比以往更多 今年如果你不买保险的话 你每就是成年人会被罚850块钱 那一家四口来说呢 你至少会被罚2500块钱 但是呢要根据你的收入来罚 那如果你罚款的话 是收入的2.5 那要看你每年的收入是多少了 不过现在你有这么多补助 你每个月只需要付10块钱 或者有些人只需要付1块钱 或者根本就是免费的 所以我说你现在如果还不知道 或者还没有买保险的话 你最好就是找个顾问 或者上我们的网站查看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 零保费的那个建议计划 就去算一算嘛 而且没什么损失 你如果说你去年前年不符合规定 那现在因为疫情过后 你的工作也有所调整 或者是每个人的这个收入算法 不太一样了 没什么损失 算一算你也没有强制说 你一定就是要透过加州健保 或者是要另外直接买这个健康保险 就是直接跟保险公司丢 上去算一算 以前不符合规定的 今年可能符合 再加上他的这个罚款这么高 他的保费如果补助也 这个现在都已经这么多 然后你可能只要付0到10块钱 因为如果是三分之二的人 都有这么多的补助 为什么不做啊 对对 那网络上可以算的话 你可不可以把网址告诉我们 对可以我们的网站是coveredca.com c-o-v-e-r-e-d.com 我们上面有个就是我们找一个计算器 你可以把你的zip code 然后你的年收入 还有你家庭人数输入进去 然后他我们那个calculator 会帮你计算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新移民想说 我只是来这里投资做生意 我是拿EB5L1 或者是我根本就是一个留学生 我怕我英文还没有好到 我可以自己办理这种很重要的事情 但其实你们有中文网站对不对 对我们有个中文网站 不过最主要的就是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你 就是附近的当地的那个代表人 他们我们有agent还有enroller 他们都是我们加州健保认证的 他们可以帮你详细的分析一下 你的就是年收入还有家庭情况 然后可以介绍一下 最符合你的健康保险计划 那我们跟很多我们的agent一直在合作 所以这几年来也是感谢他们为我们的服务 是8000多个这个保险经纪人是受过加州健保训练认证的 所以他很熟悉说 这个补助怎么算 你的收入怎么人头 怎么摆 然后选医生选计划怎么算 像这个部分的话呢 上你的网站都看得到 我只要放入我的邮递区 或者是我喜欢的语言 我想越南话广东话 我讲闽南话 我是讲国语 其实你都找得到吗 是不是 对都找得到 因为我们很多 就是我们的人生生生意 他们会讲很多的语言 是不是 超级方便的 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由 你可以不要有健康保险 尤其在加州 这么棒 这么好的一个福利 大家真的应该好好来把握 好 好